也可以修天色身 把自己变化成为天生 然后呢 再修细相 就是细金刚三摩地 他叫你这样子修的 那么修行的剑刺如出品营 这个开始的时候也是毕如七之作 舍底上额 注想以彼端 金刚端乐处 心当得等至 其实这一段就是讲方法的 你如何修 要舍底上额 这个眼睛看着彼端 其实这个就是言以一 有一个口节 你修心 心在哪里 不在外不在内 在哪里 在虚空 告诉大家 你心在哪里 一般来讲我们的心 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里面有一段讲 词心之法 诗家有论诗影 中观心论 心意如罪相 狂奔以邪道 念所续原著 汇沟 汇沟见智者 心如罪相 那个相 把他灌了醉 把他用酒给他灌醉 让他喝酒 相喝酒是什么样子 我是不知道 不过我想应该是很厉害的 他的鼻子一伸进去 嘶 再大的那个酒罐 或者是说酒巢 一定给他喝光的 然后心就像什么 像醉的像一样 我觉得形容得很好 我认为这个形容实在是太好 你知道人在醉的时候 我看过那个人家打醉钱 打醉钱 打起来很好看 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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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东倒西歪的 还能够挺着起来 还能够站得住 颠颠倒倒 颠颠倒倒 看起来 失罪非罪 其实心中很清醒 假如这样子就好了 但是呢 真正的人喝醉的 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醉像也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人的心就跟醉像一样 没有办法自主 今天你要修萨茫茫 修子钉 一定要在大地上 钉上一根庄 很大的一根庄 抛出金刚锁 很有力很坚强很粗的金刚锁 把这个像头给他绑住 然后再装这边又给他锁住 让这个狂像 这个狂醉的像 没有办法去动 你能吗 这个就是禅定 撒调的 我们人的心就跟罪像一样的 其实 那个西游记 写得很好 谭商杖 带着这个孙悟空 猪八戒 杀悟静 还骑着一匹马 上西天起经 他都有笔意的 孙悟空 孙悟空就代表心颜 孙悟空就是猴子 Monkey 那么他是代表着心 因为他很个性很浮躁 到处乱跑乱跳 跟炎猴一样 跟猴子一样的 代表着心 心炎 那一匹马 就代表义马 义马 骑着是什么 义马 这个龙神所化的一匹马 龙种的马 那一匹马是义马 他带着这个贪心很重的 猪八戒 这个pigger 这个贪心 他贪心很重的 这个是代表贪 然后杀悟静 是拱呆 直 代表直 笨笨的 他就是人家着什么 他就跟着去着什么 这样子 这个天盆元帅 他是那个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什么 流沙河里面的一个元帅 也不叫天盆元帅 天盆元帅 应该是 是这个 猪八戒 那么杀悟静 就代表直 猪八戒 就代表贪 孙悟空 都代表 乘 贪乘之 带着心严义马 唐三丈 到西天起经 他这个写的实在是 把这个人性 跟这个 好像是说 这个出家人 跟这个 这个 彤彤写得非常的好 他有多次有 这个 有他的意味 在这个西游记里面 我想写这个人 至少他本身对佛学 他已经懂得非常的深 才能够把他 这样子 把他写得很好 写出来 人的心 就跟那个 言喉一样的 跳个不停 叫他动 叫他静止一下 都不可能 今天你修禅定 撒摩他 就是定一个庄 把这个猴子的脖子捆住 绑在这个庄上 让他不要动 你能够的话 你就能够体会你 维系的那一颗心 你不能的话 你就是凡夫食物 融融入入 永永入入 在这个沙婆世界 你就过了这一生 你没有办法体会出 你那一颗真正的心 那学活大家都知道的 冠冕堂房的一句话 明心见性 你明个什么心呢 你心在哪里 你心啊 突然间跑到 妈你那里去了 突然间跑到 girlfriend那里去了 突然间啊 就是在那个 世辉交禅之中 every day 不是every day every year every month every day every second every minute 从来没有一个 很维系的时候 你心定下来的 就是罪相嘛 就是心言嘛 你脑海里面想什么 你哪里有个静止过 当你禅定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一定下来 哇 你不要以为你说 我一天 师尊教我 一天做四座法 我每天都有做 我问您 你这四座法的时候 你心在哪里 你心有没有真正用一颗 用一个装啊 把他这样子绑住啊 你去哪儿 感谢观看